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看看一些關於science研究的一些重要步驟 首先我們看看加利略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不會聽過這個加利略 加利略的年代他以前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如果一些重的物質或物品由高處跌下去 如果重一點那個就會走得快一點 在16世紀去到加利略的年輕時代 他發現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冰箱是不同的size或者不同的weight 他們的重量或者是大小不一的時候 但是他們都會在同一時間或者接近同一時間跌到地面上 然後加利略就嘗試去做一個假設 究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會不會所有東西都有相同的速度 而無論他的大小或者他的重量都不一樣 結果他就設計了一個實驗 他在比薩斜塔裏面 上面就丟了兩個 不同size的 波波落地 同一時間丟 結果這個現象就是兩個的 波波都在同一時間跌落地下 所以 結果加利略就提出一個新的學說 就是原來重量和size沒有影響跌下來的速度 這個就是加利略的故事 從加利略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是必須有幾個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細心的去觀察 我們會observe 觀察 一些的 現象 或者是一些周遭的物品 物件 或者事情 然後 就嘗試經過思考 然後提出一些的假設 hypothesis 提出一些的假設 或者假設 跟著這個的假設 或者假設 我們要驗證 在science 我們需要做實驗 我們透過不同的實驗 去嘗試驗證 跟著我們在實驗入面 當然我們要做一些 量度 measure 以及我們要做一些的記錄 record 這個實驗的結果 最後我們嘗試根據實驗 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記錄低的數據 做一些的分析 analyst 以及最後 嘗試去做一個conclusion 一個結論 但當然如果實驗失敗了 或者 假設未必是完善的話 我們就嘗試做一些改良 然後再做 我們又看看另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關於牛鬥 和天花 天花已經絕跡了 這個疾病 但是 這個 Evergena 當年 他就嘗試做一個 觀察 就是他發現 掌牛奶的工人姐姐 之前感染過的牛鬥 他 感染到天花的機會 就會降低了 然後 Gena就嘗試去看一看 其他的病人 他發現原來 曾經患過牛鬥的人 他對天花有一些特殊的抵抗能力 再及後 他就提出一個假設 就是 牛鬥的龍 會不會是可以保護人 免受天花的侵害 然後他就嘗試將一些牛鬥龍 注入一些小朋友身體裡面 這個小朋友就患了天花 過了幾天之後 小朋友就 就已經痊癒了 康復了 然後他就 再做多一點點事 嘗試將一些天花農役 注入一些沒有 沒有生病的小朋友身上 結果那個小朋友 都不會再有 這個天花 慢慢天花去到80年代初 就已經絕跡了 所以我們已經不需要 是種一些牛鬥 如果大家就問一問 可能你的長者 比如可能是家人 或者是爺爺媽媽那輩 其實很多人都有機會 曾經種過牛鬥 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其實在整個牛鬥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那幾個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當然我們是 去做一些 observation 一些 簡單的觀察 從觀察裡面 我們就試一下 問一些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 可能不是普通一個問題 可能很多個問題 從這些問題裡面 我們就嘗試 做一些 的假設 我們去 建議 去 propose 一些 hypothesis 一些的假設 當然 我們設計了這個假設之後 就要嘗試 去 設計 那個實驗 以及 去 實行 那個實驗 的 最後呢 我們透過一些 的數據量度 或者 一些 驗證 反覆的驗證 我們就可以 最後 就會是 拿到一些 的 conclusion 這個呢 就是科學的 研究的幾個重要的步驟 的 拜拜